最近为什么不讲刑事案件了 你们大家现在看刑事案件是不是太多了 为啥呢 因为都吃不上饭呢 你让老百姓吃不上饭 没有工作做吃不上饭 社会不乱都见了鬼了 去年年底我跟大家说过 中国最大最大在今年的问题 最大问题你们看过是想的 就是就业 我说所有国家低效经济指标都是就业率 都是就业率 一定要就业就业 中国不能保就业 未来社会上出的事就无穷无尽了 利息会很重 现在又显现出来了 因为保不了就业 失业的人越来越多 没有钱赚的人越来越多 那你说这个景象 大家想想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全是群体活动 对呀 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都很一般呀 家里没什么能支持的 买很多书在家里看的人都少 全群体活动 打不打架 天天打架 天天闹事 所以一旦经济条件 没有工作让大家做了 又没有让大家有正常的收入的来源 那你想想 无事生非 你肯定就 就社会就乱了 杀人的社会越来越多的 各种事越来越多的 没有办法 制止不了的 真没有办法 对网约车司机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 中国真正出现网约车司机 有人问问题啊 接到通知 裁掉网约车司机 准备大量辅警维稳 我跟大家讲啊 中国其实网约车司机 闹事的可能性 都比你们看到的军队退伍军人强得多 你们不要看退伍军人是有群体的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退伍军人是国家公务员 下次给大家讲一讲 中国国家政府养的人员都有哪些 军人在退伍之前和退伍以后 大部分都在国家公务员体系里 军队不用说就是国家公务员 不是公务员 国家政府养的体系里 军队退下来 一大部分人在事业边里面 少部分在公务员 大部分在事业边 所以你以为退伍军人的群体是什么样子的 对 退伍军人本身退伍拿的钱啊 两年兵 五年兵 八年兵 也都是个很海量的 天文数字案的规定 很多退伍军人闹的是退伍的费用没拿齐 但是他们其实占事情的立场和很多东西 跟网约车司机为了挣口饭吃 外卖挣口饭吃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人跟我讲 说上回山东那个事不讲 什么什么山东退伍兵 你想啥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中国真出事了 中共让退伍兵过来 重新参军队老百姓下手 他们下手的很利益程度 你放心 可能比现在很多当兵的两年兵 当兵的小孩还有很多多 你们只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已 所以山东的上回说打人那个事 我为什么不讲 我叫小屁事 我说你关注这个事就是个傻子 很多人还不爽 跟我提意见 没什么意见可提 因为记住我说的话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不了解情况的时候 就先了解了内情再说 否则呢听我的信了 以后再慢慢去看就懂了 好吧 士兵当兵的两年五年八年内 都是在体制内的 听得明白了吗 你叫国家机器 懂了吗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不要觉得我也是当兵的 我是个好人 你仅仅是你是个好人 闹事的是很少一部分的 但是在退伍的时候 国家政策给的不足的 知不知道 足的呢 我不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中国真正军人不够 要对老百姓下手 首先征召回来的都是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退伍两年 当两年兵国家给的钱 就能够八到十万块钱 你们知道吗 这是退伍的基础经费 国家指标 我要不要给你们念一念 国家的标准 经费给不够了 退伍兵才会去 有问题 才会去说 好吧 回家了安置不好退伍兵 没安置好了 闹事 闹事是因为没有安置好 比如说没有安置去做什么 法警 法院法警 没有安置去公安 没有安置到中国的铁道 北京你去北京西客站 北京南站 你看看那里面有多少铁道部门都是退伍兵下来的 对 没安置好大家去闹事 但是如果国家说 回来以后给钱 再让他们代表国家动手 一样不烂 他们在做国家机器的时候受到的教育 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受到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对安置的名额被卖了 退伍兵就会去闹事 集体去卖了 集体就会去闹事 但是记住了 这些闹事是因为他们的名额被卖了 然后经费给的不足 才会去闹事 知道吧 不一样的 来源根据不一样的 根据国家的规定啊 你这个退伍这个钱呢 是根据国家的规定 不是说那个 中国有政策的 对 退役经费上的国家的标准 如果是两年的兵呢 这个两年国家有啊 这个指标 按照两年的兵退役费用 国家的费用是 六万七千八百块钱 包括什么部队一次性退役金 保险基金总额 职业年金 基本养老费 退伍补助费等等 还有什么 离队津贴 伙食费 医疗保险 离队拆理等等 那五年的呢 五年套改中式退役的费用 五年后退役呢 是国家标准是 三十五万六千两百一十二元 要是七年的呢 八年的 八年的中式 四党退役费用 是四十九万零八百二十一元 我讲了 包括复原费 什么安家费 回乡生产补贴 住房资金 住房公积金 住房保险基金 职业年金 基本养老部队性 一次性退役金 奖励 工资医疗 保险 离队拆理等等 国家有规定 明确的 这就是当兵的结果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转这个 转年都长的兵啊 也是拿的钱会比较多 你挣工资还保险 管吃管住 然后不做了以后 还有这么多钱 请问张老师 中共内部有对付 生化武器的方案吗 看你什么类型的生化武器了 因为中国本身 就是生化武器的大国 大家可能不知道 原来有上市公司 风源药业 风源生物还是叫什么 两家 都是国企 这一家呢 当年我在做金融的时候 我去参观过他们的企业 进了企业 就一进去大生产基地 都是那种类似于啤酒花的味 菌的味 他们就告诉我们 中国多少啤酒里面那些菌 都是生产的 中午吃饭 董事长跟我说 他们的厂子 24个小时就能转化为生产 细菌武器的工厂 细菌武器的工厂 他们生产的细菌武器 放在炸弹里 一个炸弹能让半个城市的人 全死掉 生化武器 也就是中国能不能防止 生化武器我不知道 但是中国一直在研究 跟制造生化武器 这是确认的 十年前的事 十年前的事 今年美国非农数据九月降息多少年 哇 你怎么确定它一定会降息呢 啊 你怎么不确定它可能会加息呢 开个玩笑自己去看 好 为什么我想去看呀 因为美国的经济情况 我们都没法聊 这个世界上最没法聊的就是 美国的经济情况 二次大战之后 整个世界的经济向上发展 全是美国带的 这个世界可以没有中国 可以没有俄罗斯 可以没有英国 没有法国 这个世界你放心 没有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制造体 这个世界该怎么算怎么算 没有俄罗斯的能源 会迟钝一下欧洲 但是整个世界还怎么算怎么算 地球的整个运行趋势不会变 但不能没有美国 只要没了美国 整个地球的运行模式 都会发生巨大难以想象的变化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对于世界的重要程度 大家自己心里明白就完了 好吧 所以美国你怎么确定 他一定会降息呢 他有可能还加息呢 百分之百降息 我猜 中国人特别牛逼这种人 就是说这种话的 你像我预言这么准的 很多人 我都很多话都不敢说 这有这么大嘴 我都敢在这说百分之百降息 我猜真牛逼 我只能说你牛逼 把胆肥 无知者无畏 送给你 深圳金银贷 金银贷不还不就不是雷了 还不还 对不还 那就逼得银行改变自己的还款规则 对吧 中共自己内部的东西 都挺那什么的 谢谢大家 又听我瞎嗶嗶了 好吗 又花时间听我瞎嗶嗶了 谢谢大家 然后呢 希望国内的朋友好好睡觉 海外的朋友心向事成 谢谢 谢谢大家为我浪费时间 谢谢